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郭子言一个良品开天已经定型了 除了服用开天单慢慢提升自己的品阶之外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望 不过这种事一时半会儿提不来 开天境品阶的提升是今年累月的积累 绝非一蹴而久 杨开哪有什么事情要吩咐他 如今这情况对他来说最好不过 自己安心修炼 坐享其成 只等有七瓶以上的材料出事 再去悄悄看看 若是能在太虚井关闭之前 将阴阳五行凝聚完全 那就完美了 郑挥手让郭子言退下 准备返回卧龙山修炼的时候 杨开忽然眉头一皱无语道 这两个家伙 话音未落 便听地下轰隆隆一阵响动 仿佛有闷雷滚过 郭子言脸色一变 抽刀挡在杨开面前 一身气息勃发 仿佛即将捕食的猎豹 警惕地盯着地下 杨开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稍安勿躁 是我的那两只灵兽 怕是感觉到了我的气息 跑来讨时了 哗啦一声响动 地面露出了一个大坑 从那坑洞之中 一个蠕动的口气 叹了出来 紧接着 一个看起来滑溜溜 浑身漆黑的家伙 冲进院落中 将甲山凉亭 搜导一片 这看着都让人恶心的家伙 不是地龙又是谁 在地龙之后 赤脚也冲了出来 两个家伙都长达几十仗 这院落虽然不小 可被他们这么一弄 立刻充斥得满满荡荡 锅子炎登登登 往后退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无奈飞上半空 一脸无语地晃着下方 地龙引罩在阳开身旁 口气如动不休 不时地张开给他看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视角虽然没有怎么做 但也一直游液在阳开身旁 时不时地 拿眼睛瞥一下阳开 最开始碰到 这两个家伙的时候 都是三十仗左右的身躯 但如今 个个都长到了四五十仗了 可以说是成长巨大 对他们这等凶兽来说 体型越大 实力自然也就越强 这应该是龙血丹的功效 阳开从霍龙山中 采集的龙血花 品阶其高 炼制出来的龙血丹 自然也非同凡响 最近修炼枪术之时 他也没忘服用 对他有很明显的提升 连他都如此 更不要说地龙和赤脚 上次炼制的龙血丹 数量实在不少 而且那里本是赤脚的地盘 阳开算是抢了赤脚的东西 如今人家来讨时 阳开又怎会不给 给了赤脚 地龙又怎能落下 好在他们的需求不算太高 偶尔服用一枚就已经很满足了 也足够他们消化很长一段时间 若是他们的需求真的很大 阳开也舍不得 两枚龙血丹抛出去 地龙和赤脚心细吞下 地龙一摇尾巴又扎进地洞中 消失不见 倒是赤脚没走 反而神念涌动 给阳开传递了一段讯息 随着龙血丹的服用 他们的灵质也越来越高了 传递一些简单的讯息 不在话下 阳开眉头微皱 不解道 他怎会在这儿 赤脚又神念涌动 片刻后 阳开汗手道 我知道了 不用怕 我去看看 带到赤脚也顺着地洞雷去之后 阳开才对郭子言道 我出去一趟 郭子言连忙道 那被之贼行 不必了 去见一位 故人而已 化落之时 人已消失不见 留下郭子言狐疑不解 不知那故人是谁 兴师之外百里 某座小山峰上 一座木屋前 屋前一个体态婀娜的女子 眺望兴师所在 仿佛骄食一般 一动不动 似有威风拂灭 撩动长发 女子本能地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但哪里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正乎一时 背后以人声音传来 来找我报仇吗 女子大惊 猛地转身望去 待看清来人的面貌之后 又松了口气 杨凯奇怪地望着她 摇头道 没有杀气 不见院子 你不是来找我报仇 那你盯着我的动向干什么 这女子赫然是剑阁的卢雪 也不知道怎的 竟会出现在这里 当日在剑阁星市 杨凯与螳螂头一场大战 螳螂头毕命 杨凯也没好过重伤之躯 与螺雪相互搀扶着雷去 被她带到了一处隐蔽之所疗伤 杨凯恢复了惊人 三五日便无大碍 临走之前也没跟她打什么招呼 毕竟在杨凯看来 两人势敌非有 螺雪没有趁机暗算她 就让她很诧异了 走的时候哪还会打招呼 本以为在这太虚境中 应该很难再碰到 谁知今日得赤脚传念 得知她便在这兴世之外 赤脚当初在原刺山 被螺雪一剑斩在脖子上 险些将脑袋给斩了下来 对其人自然是恨之入骨 也记得她的气息 发现她的踪迹不足为奇 因为当日知仇 赤脚屡次来找螺雪的麻烦 想要报仇血恨 可惜螺雪一直避而不见 赤脚一来 她便远远顿走 等赤脚走了再回来 反复几次之后 赤脚也拿她没什么办法 这次见到杨凯之后 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杨凯 大概是想让杨凯替她出头 要不然杨凯又怎会特意跑来这里 距离上次一别 两个多月过去了 螺雪的伤势好了很多 不过气息还是有些不浑 脸色也略显苍白 应该是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毕竟是被金屋蒸火灼烧而生 没有一年半再修行 修想彻底恢复 找我有事 杨凯望着她问道 这女人没有杀鸡 望着自己的眼神 也不见半点愤恨 应该不是来报仇的 卢雪轻轻点头 什么事 说吧 卢雪张嘴 似是想说什么 可憋了好一会儿也没能说出口 一脸乃然 杨凯有些不耐 她急着回霍龙山修行 也没心思跟着女人浪费时间 一副衣袖道 那等你想好了再说 转身便要离去 背后传来卢雪急切的声音 切是想追随大人 生怕杨凯真的就这么走了 喊得有些大声 杨凯扭头诧异地望着她 你说什么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无稽的请求 卢雪定定地瞧着她 脸色灰红 低声道 我想追随大人 请大人恩绝 这下杨凯听清楚了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按道理来说 当日在剑阁星室中 卢雪的作为 就让她有些无法理解了 如今居然又提出了这么一个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请求 她被金屋争火折磨得 生不如死 差点丧命 又岂会对杨凯没有半点怨憎 剑阁更是被她杀了几百人 连中凡骆青云那样的手里 都死在杨凯手上 换作任何一个人 只怕找到机会就要报仇 但在剑阁星室之中 她却将重伤的杨凯 带去偏僻之地聊生 就算她心胸大度 能将这些仇恨放下 顶多也就是跟杨凯 井水不犯河水 又岂会提出追随意识 杨凯不由怀疑 她是不是别有用心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追随你 太虚心凶险 我想活着离开 卢雪抬头 轻轻解释道 若是没有亲眼见到剑阁星室中的 那一场巨大变故 卢雪或许还没有这个念头 可连六品开天的剑阁阁主都被杀了 太虚镜中更有圣灵出没的踪迹 她行之影丹 实在是没有安全感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跟着杨凯比较保险一些 最起码 带着太虚镜中 她是最强的一个 若是真有大劫到来 谁能平安离去 杨凯的希望是最大的 之所以躲在这里 也是因为她的身份 毕竟她是剑阁的首领 真要是去了赤星星室 肯定被人抓起来 她在这里眺望星室那边 就是想看看杨凯什么时候出来 哪知没等到杨凯 倒是把赤脚等来了几次 杨凯指使她的双眼 目光深邃 死能看见她的内心深处 洞悉那些隐藏的念头 卢雪安然若肃 不见半点心虚 须鱼扬开雷嘴一笑 你真有此意 卢雪正自汗手 学无半知虚言 不会觉得委屈了 那月和姑娘 也是隋大人 她比我还要厉害 她觉得委屈了吗 若是没有月和这个心力 她还真不会提出这个请求 灵牙利齿 杨凯背负着双手 缓缓摇头 卢雪微微仗红了脸 大人是怕吗 怕我恢复过来 劝你不背 通下杀手 她提出这个请求 本就有些无地自容 杨凯偏偏还问来问去 让她更是难以自知 有些恼羞承怒了 怕个屁 杨凯冷哼一声 一个四平开天 在这太虚境中 对她现在还真没有多少规矩 果断道 你既送上门来 那本座就确实不公了 倒是要看看 这小娘皮到底要干什么 与其猜疑她的目的 不如将她带在身边 她若真有异心 总会暴露出来 到时候一掌杀了便是 大步朝卢雪行去 几步就来到了她面前 伸手拦住了她的腰支 将她往自己的怀里一搂 低喝倒 不要反抗 卢雪瞪大眼睛 口鼻之中 瞬间被那凶魂的气息 充斥得满满当当 心神顿时散乱 差点一掌拍了过去 她想干什么呀 她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自己不过是说 要追随她 根本没有别的意思 卢雪是欲哭无泪 有心反抗 可一念扬开那恐怖的实力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 又哪能反抗得了 点光火时间 卢雪脑海中 蹦出一个词来 扬入虎口 思维混乱之际 护掘四周空间扭曲 整个人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 那黑暗吞噬了她所有的观感 让她不由 心生出巨大的恐怖 仅仅只是一瞬 眼前一花 又重新恢复过来 杨开松了她 抬手抓住苍龙枪 朝前方迎去 声音传来 你伤势未遇 自行疗伤 无事不要烦我 来到百丈之外 眼链枪术 很快沉浸其中 卢雪呆呆地望着她 好大一会儿功夫才回过神 扭头看看四周 这里根本不是自己刚才所在的山峰 而是另外一个地方 也不知道距离那边有多远 空间瞬移 卢雪身子一正 这才知道自己刚才是误会了 杨开搂着她倒不是要占她的便宜 而是要带着她一起穿梭虚空 叫她别反抗 也是为了她好 在穿梭虚空之时 万一有所异动 说不定会被虚空吞噬 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 苍白的脸色微微发红 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杨开长枪舞动 扫破虚空 很快她便发现了一些端倪 杨开施展的枪术数之不尽 一招接着一招 刚永归猛 时而大开大合 时而细密如雨 看起来威能不凡 等将武者在她面前 根本休想接下一枪 便是自己这个四品开天上去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落败 但总有那么一丝不协调的地方 卢雪微微皱眉 不知这一丝不协调到底是什么 过了几日 杨开居然又重新将那些枪术施展一遍 再过几日又是如此 卢雪默默地说了一下 杨开从头到尾施展的 所使用的枪道秘术总共1134种 每一种都不尽相同 而且每一次重新施展 都会给人一种更娴熟的感觉 是了 卢雪恍然大悟 总算明白自己最开始看到的不协调 是什么了 那就是青色 虽然杨开的招式威力不凡 但他就好像是蹒跚学步的孩童 在枪道上摸索前行 一步比一步稳 一步比一步扎实 时间一晃 一个月后杨开收枪而礼 皱眉沉思 这段时间的修行 他确实收获不小 但回想起当日那螳螂头的刀法 却依然能察觉到自己与对方的天壤之别 对方的刀法浑然天成 每一刀都如羚羊挂脚 无计可寻 让人防不胜防 而且威力巨大 难道自己的修行方法有错 正沉思间忽听一个声音传来 大人是在修行枪术 扭头望去 不知何时卢雪已经走了过来 杨开点点头 嗡了一声 他不开口说话的话 自己差点把他给忘了 预知后事如何 昏营继续收听《五脸巅峰》 第3357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脸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